自己家闺女到底是进女校号还是进普通高校号呢 来自日子家长的投稿 给老哥们唠唠日本的女校都得长啥样 说实话很多 进港就有一所女子大学 不少留学生都是在那毕业的 当年是女校后来开放了男女都可以 不过身边还是阴阴阴阴的 好的讲述方面咱直接第一真诚了 作者表示我自己其实就是女校毕业的 经常会听到这种评价 跟我说你是女校出身吧 一看就是女校的感觉 怎么说呢 我自己也觉得女校出身我是那个感觉 但这个感觉到底是啥呢 啥叫女校出身的感觉 这次咱调查了二十到六十代的一千个人 给大家聊一聊 虽然人数众多 但都是主观的看法 请大家自行分辨 调查开始之前回到刚才的疑问 为啥我是女校出身呢 看的是啥我们搜一下 两极繁壮 那什么玩意 有时候我们纯粹的 有时候我们里外两张脸的 有时候我们贤妻良母的 有时候我们工作狂的 有时候我们温柔贤惠的 也有时候常年都是姐妹 所以从来不装大的糊吃的 有时候是遭男人喜欢的 有时候是出不上对象的 咱说的是一个人吗 说的是我吗 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为了弄明白这个事吧 我就做了一个调查 查了一千人 咱先花他一个亿 目前日子女校是什么个状况呢 之前有三千以上所的学校存在 目前正在减少 截止23点的调查 只有269所了 而且社会的主权力 又是男女平等嘛 男女共同参画 参加企划 所以抵触在青春期 样娃 接触日性的家长们 慢慢减少了 不过与之对应的呢 比如说什么 阴影学院 就是之前上面 修了个桥 然后不早从桥 上面走的人 拍下边的女校那个 还有女子学院 还有双叶学院 这三所是中高一贯 制女校的预算家 其他当然还有什么 庆英附属女校之类的 也是很火的 好的 我们第一条 来自50岁的调查对象表示 女子学校出身的女子 感觉特别有那种上品 我嚼心的感觉 虽然这个年代 咱们不应该说什么 女孩子男孩子 什么什么样 但是那股大小姐气息 确实是牛逼 然后来自39岁的 调查对象表示 男女同校 天天就惦记着处的线呢 烦死了 学生期间 给我好好学习 42的对象表示 女校的话 同学之间的羁绊会更强 女孩子之间的交流 也更深刻 可以找到一生的好朋友 41岁老哥表示 不是 没老哥 数学 科学 理科 领导力之类的教育也不少 升学率高 以后的时代 需要有精神领袖 需要有领袖精神的女子出现 而且目前 共学派和女校派的想法来说 察觉还是比较大的 这块又引入大头鹰的某精神科学家表示了 说男女的头脑发育时间不同 所以说你把它放到一起学习 可以相互学习 这么个角度 那是好事 那你跟刚才提议那个打一架 请不管他们 咱继续研究 这次不是一千人的大门卷吗 里边有一个对比 就是和同事处不处好的好关系 感觉比同事劣等 有孤独感 或者过分期待 或者压力过度 一味的忍让男同事等选项中 女校出身的是要优于普通校的 然后再叠个八卜 这都是大家的主观看法 这个结果也证实了 不少女校说的所谓的生涯教育 领袖立教育 确实是看到效果的 这么一看女校确实是不错呀 然后投稿者就是我 继续结尾 说我作为一个举子 创业 做高管 构建自己的人生规划 确实很感谢女校给我的自信和教育 结果希望女校可以培养更多的时代需要的人才 让举子们可以活跃在这个社会里 结束 说完了 我感觉好像是个女校的软文 前面铺垫挺好的 说女校优于普通校的点 然后普通校优于女校的点呢 怎么没有呢 双方各自的优缺点都没整 确实像评论区老哥们说的那样 统计学啊 新闻学啊 太狗了 给的数据是不是真的 是 给的结果是不是数据分析出来的 也是 那事是真的吗 还真不一定 好的老哥们记得点赞关注 它双方全体是 就算了 说家伙人 再画一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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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